勇士克星龙指导北京时间2月3日消息 洛杉矶湖人痛失最多一 零分领先 他们在客场以101比115不敌金州勇士 在勒布朗 詹姆斯缺阵的情况下 胡人仍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 给未免冠军勇士 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这都要感谢老将拉减龙多 正是有了龙多在场 上穿针引线 胡人才能让比赛的胜负悬念保留到最后一截 詹姆斯安排轮休 作客奥克兰的胡人看起来毫无胜算 果然他们在开赛后 不久就迅速挖下落后14分的大坑 这时挺身而出率队度过开局危机 的正是龙多 龙多先是利用突破拿下2分 接着他从斯蒂芬库里的 手中断球 直接打快攻完成扣篮 在首节比赛还剩下7.5秒时 不 太擅长投射的龙多在左侧零度角投进了一记后撤步3分 这让胡人在 首节结束时仅仅落后9分 他们没有在勇士的首节攻势面前崩盘 在龙多的带领下 胡人的年轻球员们逐渐稳住阵脚 他们在二三节 开始掀起反击 尤其是第三节中断 他们曾打出14比0的反扑高潮反 超领先 这波小高潮里龙多充分发挥了球队核心作用 他连续五次送 出助攻激活了全队的进攻 胡人从落后5分一下子变成反超9分 随 后卡德威尔波普又投中一记3分 胡人取得本场的最多领先10分 这段时间里 龙多的核心价值在场上得到充分体现 有了他的组织 胡人的进攻也打得更加流畅 只不过双方的实力差距相当明显 即 便有龙多的引领 胡人也无法抵挡住勇士的末节攻势 他们最终隐恨 奥克兰 龙多本场出赛近38分钟 14投5中 得到12分 八个篮板和11次助攻 他送出准三双表现 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龙 多第一次在勇士面前出彩 圣诞战做客对阵勇士时 胡人能在詹姆斯 伤退的情况下赢得大胜 这就要感谢龙多的带领 正是带伤作战的他 在三四节率队打出进攻高潮驱立胜局 胡人才能赢得圣诞战的胜利 不过在球队赢球的同时 龙多也付出再次受伤的代价 他与詹姆斯一 同开始休战 之前勇士做客大胜胡人时 龙多因伤缺阵 结果胡人遭 寓意常惨败 这一次做客奥克兰 虽然缺少了詹姆斯 但龙多的出场 确保胡人仍有足够的竞争力 他们给勇士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通 过这些比赛 龙多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他就是胡人的真核心之一 也是除了詹姆斯外 球队最有价值的领袖 丰富的经验让龙多如同场 上的教练一样 当他在场时 胡人等于是在一位教练的带领下打球 他们的进攻变得更有组织性和针对性 在每媒体披露的胡人提供给 提胡的首次安东尼·戴维斯交易报价中 龙多就名列其中 这也能看 出胡人的诚意 毕竟龙多就是胡人进攻运转的大脑之一 对胡人 来说 如果截止日前无法完成戴维斯的交易 那么龙多在剩余赛季里 肯定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他不仅会成为詹姆斯的好帮手 也会是 胡人争取好成绩的一个保证 梅洛